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唉,口渴的人啊!你们都就进水来吧!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 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干 你们要侧耳而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实的慈爱 看哪,我已经立了他做万族的见证人,为万族的首领和司令 看哪,你要招聚你不认识的国,那些素来不认识你的国也必奔向你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 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 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 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 不再返回天上,却灌溉大地 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 从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 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 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 使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淫道 大山小山都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欢呼 田野所有的树木也都拍涨 松树要长起来代替荆棘 藩石流要长起来代替吉利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做永远不能废掉的记号